平川说年轻听铁两目手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QQ席真的对抗 我们看一下本场比赛 他又有怎样的一个发挥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是NI北部主导 出身在地图右上角是蓝色的人组 上来又是双农民敲祭坛 没错啊又是FQQ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身在地图的左下角红色的人组 这个英文叫Ironess 是地狱的代名词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阿弗纳斯其实是意大利的一个湖泊 它之前是一个火山 然后喷喷喷喷了很久不喷了 那就形成了一个湖泊 但是意大利那边古代传说 这个地方以前就是地狱的入口 你懂的 古代人民什么科学知识比较的少 看到里面喷火出来就觉得是地狱 大家学到了没有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红色人组首发的是大法师 开局是非常的常规 我们看一下FQQ FQQ这边又是不造兵营 双农民敲 哇敲的又是血法师可以的 FQQ的血法师还是非常的有东西啊 我们看一下血法师这边啊 蠢蠢欲动是吧 民兵敲出来 那这一波的话敲了多少个民兵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 哇直接敲了七个民兵 那这一波应该是要开分框了 但是你那么早敲出来资源会受影响 所以呢这边应该还要造一个伐木场 还得踩点木头 上来炼烟风暴 伺候一下 我们看一下五级蓝胖子 能不能出一个什么好东西出来 这一边的话大法师出来炼一下五四四 这炼的也是非常的奔放 是吧 我这个五级怪 看看能不能出一个好装备 好 喷运气的时候到了 血法师打了一个血牌 这边大法师能打一个什么装备呢 哎 把这个利物级怪啊 放到最后来打 三二一倒下 啪 哇 打了一个大无敌 这个大无敌还是非常的不错啊 可以撑很久是吧 我们看一下fk果然上来的话 放两个塔 然后再敲一个伐木场 这边得踩点木头才有资源造分框 血法师到二级 过来抓一下对方有没有开分框啊 算是没有 没有的话 那就要去对方家里各种放火了 刚好对方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造塔 哎 对方刚好想双线练一波 突然发现血法师光过 刚好敲起来是吧 练不了极 那就练练血法师 血法师和对方啊 各种情网绕处 你追我呀 你追我 你追到我就绕你 嘿嘿嘿 哎 这边差点把他给围住了 我们看一下 这边红色人组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FGQ想开分框的一个计划 我 主框这边有点单薄呀 主框这边只有一个圣塔 民兵继续敲 敲过来的话防一下自己的这个分框 分框这边啥也没有 两个塔还没有起来 民兵敲起来 这一边的话血法师被对方的民兵打的也是有点难受 好FGQ这一波又敲了六个民兵过来 不过敲了半天感觉对方好像也没有说要打你把你打死的意思 所以民兵呢又拉了四个回去 两个继续留下来敲这个基地 血法师继续去对方加了各种稿 好先把对方这个圣塔给A掉 能A掉吗有点难对方反应过来了 农民开始疯狂的修炼 那这一波红色人族的主框塔要起来了 血法师骚扰的空间就非常的少 哇这边血法师小鱼人练完一波直接练到了三级 这三级大法师二级水元素有点猛啊 这一边哎 这一边看看要不要去进贡一下FGQ的主框 你要去主框你会发现今天大秘密哦 是吧这一方竟然啥也没有 而FGQ又是双线民兵敲出来 要练一波这个544 看能不能打个大雪啊 大雪一打那血法师这波 喂这边想练低筋实验室啊 还是觉得低筋实验室比较好 毕竟到时候可以买飞艇买伐木机器人 那这一边血法师把两波小鱼人练完之后 喂去主框一看 哇发现了特别大的惊喜 这方主框只有五个农民啥也没有 那FGQ这一波难了呀 这主框好像开局就要被对方给拆 分框刚造出来没多久 这一波滑得来吗 好对方的话第一时间先把你的圣塔给搞定 圣塔搞定之后啊 FGQ农民赶紧起意啊 跑出来 这一波能跑几个 这一波的话跑了两个啊 另外好又跑了一个非常不容易 好了三个农民 这边大法师要把这个给追杀掉 血法师回防一下嘛 哎呦自己状态也一般般 这差十二点经验到三 没有三级感觉和对方正面刚有点不太明智 那这一波直接要把自己的主框给献祭了呀 这FGQ开局主框被拆是吧 这个好像有点雪崩的感觉啊 好血法师分框的话 商店脏好补一包状态 这边农民的话 哎呦喂 逃难 然后逃到分框过去 血法师的话得找机会练个小点呀 找个机会练练小点练到三 三级之后是吧 有二级的练元风暴 这效果就稍微好一点 好 主框的话被对方三下五出啊 直接搞定 那FGQ现在卡人口了 很伤 对方的话二本已经升好 发了一个山丘 这边血法师 哎 找半天没有找到小越南啊 幸好有些小装备 拿到手也很开心 那接下来对方要进攻你这个分框了 分框这边现在暂时只有两个好塔起来了 不过现在有一个非常具有战斗力的伐木机器人 是吧 农民可以疯狂的修 可以承受非常多的伤害 好 血法师还得找机会练一下对方这个332 练完332到三级 这一边的话农民赶紧修队 伐木机器人被动挨打疯狂的修 这边两个剑塔加一个圣塔 这一波应该是能守住 血法师 练完到三级 练完到三要不要去对方家里搞一波帅啊 对方家里的话有一个圣塔把你给挡住了 还得买一个飞艇才能找到一个好的角度 这一波哇这一波唯一的一个框好像也有点危险 对方顶顿伸好顶顿的步兵往前冲 要把一个箭塔给A掉 血法师上来一个烈焰风暴逼你一下走位 再把这些的小步兵 小步兵哎 趁我不在想搞事啊 这一波山丘有点嚣张啊 农民看看要不要把他给卡住 这太嚣张了吧 直接冲到别人主位 可以的 这一波很灵性 造了个小房子 来和伐木机器人疯狂输出 这两个塔守住了 这一波红色人做优点膨胀 那山丘要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代价 这一边的话大法师继续冲 血法师果然还是有点意思啊 先把你大法师篮给冲完 你没有水元素 那你大法师和一个普通的小兵 没什么区别 这一波的话 FKGO防的还是非常的不错啊 这最后一颗还是把它给修住了 那这一波防住之后 血法师补一下状态 可以去买个飞艇 去对方家里搞一波事 这边主框可以找机会再运营起来 分框的话升本 二本马上升好 这伐木机器人在FKGO的手里 真的是用的畜神入化 这一边好 飞艇要安排好了 飞艇一买 然后去对方家里是吧 放放火 这一边的话 山丘复活成功 不过科技进度也非常快啊 直接飙到了三本 三本 然后再三番一个盛骑士 这边三个男屋 疯狂的哪一口 过来练一下分框 找机会把分框给开出来 FKGO 哎 充分抓住这个时间 把三个农民拿回主框 一口气放下六个塔 还是有点怂 先把塔给造起来 哎 再造这个基地 血法师 哇 这个绕绕的有点远啊 就是为了不让对方给发现 这个路线是非常的诡异 我们看一下 这个红色人族分框一列 哇 打了个加九的攻转 山丘的这一波装备有点凶啊 大无敌 再加上加九攻转给大法师 大法师成为一个行走的炮台啊 这边身上还有一个避难 好 血法师这个位置 哎 还是会被对方的圣塔给打到 好 再换一个位置 不过好像换到哪里都要被打到 打就打吧 只要自己的烈焰风暴能放出来 哦 这个位置很吊装 刚好是一个下坡 对方看不 对方这个塔没有这个距离 上来想把你的农民给赶跑 那接下来就交给血法师了 血法师要把对方骚扰的鸡犬不宁 为自己的是吧 这个主况重新应用争取时间 血法师现在是没有懒 不过对方呢 剩他打你两下掉的血也不多 这里的话想造一个车厅 出几个飞机 把你的飞艇给赶跑 圣骑士乃一口把这些残血的农民给乃回来 血法师没有炼烈风暴 杀农民还是有点费劲 我们在轮走 大法师带着山丘在外面疯狂的练起 看着看着突然经过一闪 大法师四级 然后山丘撞到了二级 当时自己的3D 3D有点小孤单 在家里干着脏活了以后 守着对方 对方飞机马上装好 那这波飞艇好像想秀的时间有限了 血法师还是单传回家补一波状态 这一波的话自己这个主矿重新运营起来还是被对方给发现 不得不说红色人组这个真伤还是不错 虽然每一次都不是第一时间 但总是能被他发现 血法师买了一个重修之书 那接下来要升个暴风雪 暴风雪来砸你这个矿了 你这个矿确实建筑学造的有点好 水元素想打有点难 那直接用暴风雪AOE输出 血法师继续绕 身上没有回程还是有点小危险 山丘的话这一波大法师也没有让经验 山丘打了个风暴失角 这个装备也非常的不错 山丘看看这边圣骑士和自己的大部队会合 赶紧疯狂的不断级 421人组三流氓集结完毕 这样接下来是面对的是一个三级血法师 自己的话科技领先 英雄等级领先 就是资源也不是特别的领先 分框这边主矿重新运营起来 那这边选进攻 还是选择先进攻这个有科技的分框 好 血法师过来 先把你的这个 哇 应该是放了一个炸弹来啊 把这个塔给炸掉了 可以的 炸弹来炸完之后 那血法师这边令风暴能放出来吗 这抽的有点难受啊 这边应该是在双线操作自己分框这边 哇 一直在守 大法师的话暴风雪下的差不多了 然后被抽篮抽的很难受 不过现在几个塔好像有点撑不住啊 对方顶顿的步兵再加上这个骑士 我们看一下血法师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啊 这边看着 哎 这个小房子实在是没什么东西啊 主这边自在边分框 再继续操作一下 把我们机器人又要开始过来 疯狂输出 好 血法师还是回来 单纯回来抽点栏 山丘要不要一个锤 暂时没有 这边 呜呜 暴风雪砸得太舒服了呀 这五六个农民羞 直接被砸成残血了 血法师在商店门口补一步状态 继续把对方的山丘抽成空篮 只要山丘没篮 没有人能控制它 那接下来就可以把大法师修理一番 而这一波血法师一个人成功成功啊 成功 守住了自己的这波分框 主观这边也是资源运营的很开心 分框的话 二本好 现在出男屋 但是想结束比赛的话 感觉出男女屋还是不太够 这一边看看 四二一 英雄等级 估计是补一波状态 还想继续去进攻 刚才的话 这一波暴风雪砸得还是非常的开心啊 血法师 隐身一波 要继续去对方家里开始搞事 不过对方家里要开始出小炮 有想法啊 出小炮配合这个大法师的暴风雪 这个功成能力非常猛 这一边的话 有飞机啊 可以反应了 关键塔也升好了反应 感觉血法师骚扰的空间很小了 正面过来吗 正面过来 对方往前一走就可以看见你了 还是等对方去自己的分框再说 等你一走 我马上过来开始搞事 这一波要不要继续买个炸弹了呀 刚才这个炸弹确实价值千金 这个位置长好 好 烈焰风暴一放 自己赶紧往后拉开来 这一波红色人组大军压境啊 大爬式暴风雪 再加上两个 哎 两个小炮 有点犹豫 要不要回家守一波呢 还是不守 这个烈焰风暴烧得很开心啊 烧了死了两个农民 对方一个骑士看起来正面刚 而且还有个南乌 一边喊加油 一般加血 还有可以给我这边 两个南乌在家守 守得很伤啊 这边基地升三本啊 非常的脆弱啊 对方的话两个小炮 再加上这个大法师疯狂的输出 这感觉这个基地 好像也撑不了多久啊 好 雪法师单船回来 还得雪法师亲自过来处理一下 隐身 这一边要不要放个火烧 还是不要啊 还是去对方家里搞破事 这里的话 骑士加上南乌 哇 部队越来越多啊 欧洲这边是吧 针对FQ的打法 也是有一套自己的战术了 直接正面压你 是吧 压得你不得不回家 这一边农民还在疯狂的修 但是这个资源 确实付出有点多啊 我们看一下 FQQ 好 又是一个炸弹人 是吧 刚才这个炸弹人出奇效 这一波再买一个炸弹人 但这个骑士会发现吗 不过血法师先看见他 这个炸弹人可以稍微躲一下 往里面绕一点 好 还是成功避开了对方的一个眼镜 哇 大法师这一波暴风雪 吓得修复呀 好 FQQ三本终于生好了 不容易呀 三本生好 农民继续敲 这一边的话 血法师一口火放 把对方两个塔给A掉了 这个炸弹人去炸哪里好呢 现在哎 避难了一个骑士 这个骑士不就被动挨打了吗 好 一把火又放 想把对方这两个塔给A掉 小炸弹人过来了 炸弹人过来 对方没有反应过来 没有手动控制 那炸弹人 啪 又把两个塔给炸掉 那接下来的话 是FQQ在守自己的分框 分框这边也是守得非常的艰难 大法师幸好没有蓝 不过三个粉碎小炮 这个输出可不是盖的 看看 血法师在对方主框 把农民给赶跑 但自己的三级基地好像也要被拆了 现在已经没有金币了 只有50块钱 再敲下去已经没钱了 不过自己在主框 捕了三个尸旧龙 可以趁自己的三本基地倒下的时候 可出三个尸旧 哇 血法师过来 对方还是依旧要强拆 那这一波红色人主决心非常的大 可以的 成功把FQQ的基地给拆了 哇 这一局比赛基地被拆两次 FQQ有点头大 血法师直接被一个风暴之锤给带走了 这 这福 是吧 这叫什么祸不单行啊 这就是祸不单行啊 三级基地被拆 英雄阵亡 唯一令他欣慰的是 在三本基地倒下之前 除了三个尸旧 但现在也没什么钱了呀 对方三个小号又继续输出 这有钱吗 英雄只能慢慢复活 好 现在三个尸旧 趁自己是吧 有空军优势 把对方的小炮给赶跑 对方现在 哎呦 这个难无集结点是只有问题 那现在对方只有一个大法师能打你 大法师继续下暴风雪 这边他一抽 赶紧撤一波 现在FQQ非常的危险 幸好有三个尸旧 否则就没得玩了 那血法师的话四级 慢慢复活 这边要不要拆呀 对呀 把这个祭坛拆掉你就赢了呀 那现在反应过来 要拆FQQ的祭坛了 这个血法师能复活成功吗 有点难 好三个尸旧 继续追上对方的小炮 所以要是没有尸旧的话 三个小炮真的就是无法无体啊 又可以把这个基地给拆掉 血法师好像出不来呀 只能花钱买了 好英雄还是没出来 那得找机会去外面买了 这一边的话 这个分框 看看要不要重新运营起来 好三个尸旧现在是有点猛啊 对方的话 憋了半天 终于憋出来一个火枪 不过第二个火枪也要出来 能不能趁此机会把这个火枪给解决 血法师买了出来 两个农民来买 这个待遇确实有点高啊 他就怕对方是把中厨结兵 把你杀一个 所以两个更保险 现在对方大法师回来守一波 赶紧施救撤退一下 血法师呢也是撤退一下 对方现在有点啊 正面有点猛啊 臂气锋芒 对的话留下了一个 这这这这山丘又开始膨胀了呀 又往前冲 不过把农民解决的差不多啊 好多塔疯狂的输出 我们看一下血法师绕绕绕绕绕过来 这边三个尸旧 哎呦这个尸旧 哦一丝血啊差点被带走了 血法师猎人风暴 安排一波 把对方的农民给赶跑 这个尸旧还是被对方给打走了 不过呢还是杀对方一个火枪还可以 血法师飙到了五级 这边红色人族感觉啊 大法师一个人守不了了 大部队赶紧回来会救一波 FK扣啊趁此期间疯狂的赚一个战损 又出了一个火枪 但是一个一个火枪的来啊 就跟胡罗娃救爷爷一样 一个一个送 好一个避难 哎呦大法师大法师不再隐身了 赶紧吃个药膏 血法师又是打这个火枪啊 这个火枪避难就是被动挨打啊 哎这一波 好大部队回防过来了 FK看看是想拆对方基地 还是想杀杯 他都想 火枪的命他也一样啊 这个基地也要 看是现在来不及了 赶紧单纯撤退 两个两个师救的状态也不太好啊 在这边挂着给对方一个威慑力 学法师看看单纯到分宽补一步状态 这边啊 幸好啊这个主基地还是守住了 不容易啊 这一波要是主基地被拆 那真的是断了你的经济 哎这里要不要再买个罚目机器来 是买炸弹来呢 好买个飞艇 坐啊 飞艇啊 这个路线又是非常鬼 这边靠过来 然后呢继续骚扰一波对方 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怕山修去外面侦查 山修比较硬 是吧 不怕对方 哎 FQQ这里的话基地造 这里还是有点难造 对方到时候又可以疯狂的输出一蕾 山修之王去外面采购 买了一个隐身 就是想追上你的大法师 刚才一个锤锤的很舒服啊 这边红色人族知道FQQ还要来 基本不走了 好你不走 那我也来放个猎人风暴 这一波 一口气杀了四个农民 舒服 现在有飞艇的FQQ啊 操作还是非常的厉害 学法师马上要五级办了 这边山修之王一个隐身 找机会就是想锤 你不是想修飞艇吗 我突然之间来一个锤子 让你有点措舍不及 现在继续秀 先把红色人族困在家里 然后自己是不是 是不是FQQ又要开分块 哎 山修 哇一个锤 这边学法师又要被杀吗 飞艇飞艇 赶紧上去插一点 哇 幸好这一波还是成功上了飞艇 否则的话又被杀就很难受了 我们看一下FQQ现在又攒了800多块钱 800多 学法师的话 好出来放个猎人风暴 你进去我出来 你出来我进去 我就是这么调皮 好FQQ又开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把木头给拆完 在这里造个疯狂 那你不好打我了吧 很凶 这一波非常凶 然后学法师继续在对方家里疯狂的搞胜 不得不算 FQQ打残局的能力还是非常的强 山修之王是满蓝的 你学法师 哎呦一个锤 哇 18滴血 18滴血 差点被杀 差点被杀 好 继续下来 这边猎人风暴 直接把对方三界基地给打掉了 那现在的话 哎 一个锤要过来了吗 FQQ真的是非常秀啊 就等你过来扔锤 你扔过来 哎 我上飞艇躲 我又下来 喂 你再扔 我再上去 哇 这一波有点调皮 上来 再赚对方几个战随 现在红色人族 南无被对方给杀完了 三个农民 现在跟着大部队折退 基地的话 有钱造吗 基地的话 381 好像是差一两块钱吧 差三四块钱可以造 那学法师又下来 又开始开始搞事了 好 发现对方要自己的分货吗 这一波单纯回来 补一波状态 诶 这里能出来吗 这个位置选的有点粗心大意了呀 这要选到这里多好 呼叫飞艇 是吧 我降楼的位置好像有点骚 请你过来帮我一下 这边农民走开 学法师一步一步过来 我一步一步一步过来 过来来这里 上店补一波状态 现在大法师又开始进攻了 这一波暴风雪下得很舒服啊 圣骑士带着骑士往前冲 农民好像又要背井离乡了 这一波学法师好有男欧 给他疯狂的奶 奶的差不多 又可以去对方家里疯狂的搞事 那现在的话FGQ只有一只属救啊 一只属救好像打对方这个部队还是打不了 三个属救龙 现在没有科技好像也可以出龙鹰 学法师还想正面回防一波吗 看看 学法师正面回防一波 还是想把对方三个有身的力量全部给灭掉 剁了你开分框的一个想法 让来一个农民A掉 第二个农民也A掉 最后一个农民一杀 红色人就没有火种了 现在对方真的只能硬拼啊 三英雄加上一个骑士 先把FGQ这边农民全部杀完 那现在对方有一个错觉 他觉得FGQ只有这一个框 只要把你这一个框给控住拆掉 我就赢了 殊不知FGQ骚套路啊 又在这里把一个分框给开了起来 学法师现在的位置啊 有点骚 有飞艇随时上飞艇 而且还有一个龙鹰 对方暂时只有一个大法师能对抗 哎呦又一个锤 我又上飞艇 躲了你一个锤 打残局之后 FGQ还是很喜欢秀操作的 那现在的话这个基地还是很危险 好 三四九龙同持运营 要除三个龙鹰 加起来会有四个龙鹰 对方应该知道啊 对方是吧 怎么FGQ还有钱包龙鹰啊 肯定觉得不太寻常 这里的话又一个基地给开了出来 好 师舅在这里 精精一业的拆木头 那这边这个骑士 哎 这个骑士啊 是避难回来的 还在恢复一下状态 这里的话 大法师暴风雪可以安排一下了 上来 是龙鹰 龙鹰打这个大法师不太明智啊 最好是打这个圣骑士 把圣骑士给解决差不多之后 那再随杀大法师 学法师过来 哎 追杀一下这个残血的骑士 来一个嘘 那这样的输出就非常开心了 好 学法师倒六 哇 火凤凰招出来 那火凤凰一出来 这个局就定了呀 无论是拆建筑 还是打正面啊 有火凤凰在 那未来可期 那对方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还在强拆 强拆一下这个基地啊 拆完觉得也是胜利无望 好 直接打出了GGWP 难得呀 欧洲玩家 竟然主动夸FK高打得不错 这一局也确实啊 骚透了还是有点骚 但是想法确实非常的不错 好 喜欢本场比赛的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